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题要为观众朋友所特别介绍的是有关于这个五气和六韵 这五气六韵怎么跟我们幸运学做一个搭配我们秦老师做个讲解 好的 我们先生讲到液经里面就涵盖了理气树像 这个气就是五气 因为这个树它有五有六 这个五气六韵 其实气运气数通常都被连到一起来谈 这个气也就是说我们总有往来的一个空气 这个焦点 那么这个气在英文里面叫做energy 这个energy就是能量的意思 其实有能量它有往来 它有阴的有阳的 有你感觉得到的有你感觉不到的 那么把这个能量的聚会你研究它以后 它变成了怎样 变成了我们可以追寻的一个硬硬的时日 好 不管是年月日时啊 总有一个焦点嘛 我们探讨一个东西 如果说没有焦点的话 那么你很难啊来拿累它 好 我今年怎么样 那么今年呢它本身 我们说是任五年 那任五年呢 对你来讲是你的几岁 那么总有一定的数啊 所以我们讲啊五就是一二三四五嘛 这个五呢也就是说 天一生水第六成之 第二生吼天七成之 天三生木第八成之 第四生金天九成之 天五生土第四成之 那么五就是一二三四五嘛 一是属水 二是属吼三是属木 四是属金 五是属土 那么这个是用五行啊 可不是就五行就可以了 它有六运 它的气血营运啊 它还有这个间接的 比如说五运当中 它有衔接五 一到五的 那么当然一到五之一 衔接有前有后 那么总共有六个运 那么这个六个运当中 也就是让你看到啊很多 我怎么来规划 怎么来探讨 所以你看我们讲 预言啊它有十二会 一会啊有三十运 一运啊有十二世 一世啊有三十年 一年呢有十二个月 一月呢有三十个日子 一日呢有十二个时辰 一个时辰里面呢有三十个刻 所以从中国的立算当中 原会运事年运日时 都是以十二三十作为啊 他们本身的啊 这个敬畏法 可是其实我们说十二三十 他们本身呢就是用六跟五啊 他们的这个集合来作为啊 整个树的这个探讨 十二个月正好是六运的正负 就是正负六运 也就是阴阳六运 阴阳六运呢 就是等于十二个月 那么这个武器呢 这个五啊有正负 正负个五 或者我们说六乘以五 那么正好呢是三十 所以我们有十二三十 十二三十 这样不断地在巡回 在轮转 那么就是应用五七六运 不断在更迭 那我们的五七六运 跟我们的五格啊 有没有一样呢 当然是一样的啊 我们讲天地人有五格嘛 他有外格跟总格 他正好是五格 现在很多人研究他 他把它分成为三格 分成三格就好像我们手指头 那三格是长的嘛 就三长两短嘛 那其他的外格跟总格 也就是一个大的 一个是小的 你就把它给割了 把它割在一边 你不理他 那么这样的论事方法呢 会因小失大 小邪恶大于 你把很多东西还遗漏掉了 如果你把五六 这个格局里面都能够拿累得很好 那么很多事情就能够掌握 这个掌握两个字啊 就是你都能够 判断啊 你都能够把它 这个一切啊 拿累得很准确啊 所以你要用五印 五七六印 那么这个为什么是用五形呢 为什么是用五印呢 其实啊这个五印里边啊 它正好是跟方言有关 像你看我们讲 这个一 这个一天 天一 第二 天三 第四 天五 那么有三个天 两个地 那么是三天两地 各一其数 那么三两之中 称为五嘛 三加二等于五嘛 三加二等于五嘛 像一个月里边啊 正好三十天 那为什么是三十天呢 它正好是一挂呢 统三七 一七呢 有三后 一后呢 共五字 所以一挂等于是 一个挂呢 是一年来平均分它 那么我们有八个挂 那么八个挂里边呢 正好是二四个节气 二四个节气等于是七十二个后 七十二后一后呢 总共有五日 其实这个五日里边啊 一个月里边正好有三个后 这我们常常讲上中下三元 一个月里边啊 我这个节气里边正好有 这个上中下三元 我们现在是 好比说是盲总 那盲总的时候 正好是上中下三元嘛 前五天 中午 中五天 然后下五天 那么正好是 有 这个十五天 那么其实也不是十五天为一个节气 但是十四天多一点点也是一个节气 那一个月当中正好是三十天了 那三十天正好是五七六印 五七六印这样不断的轮回旋转 这个节气里边它有十五天 那下个节气里边也有十五个天 那么总共起来一个月里 正好两个节气嘛 那总共呢 是三十天 那么就是五七六印的轮回 那么这个五七六印轮回的时候 正好是应用在我们的姓名当中 正好是五七六印五七六印 一不断的在轮回 先从天生地仰 然后才从天格跟人格 然后从外格跟人格 然后从地格跟人格 还有总格跟人格 那么这个是武器嘛 我们还有一个衔接的 那就是用精神来衔接 就是用外格跟总格 来衔接它们 所以这个五七六印啊 断式非常的精准 如果说你没有这样断式的精准的话 就是没有礼器可言 我们看文字就像一个软头一样 看山头 看字 这个字形字像不错 可是它的轮转的当中里边 它有好有坏 我们常常讲乞丐也有三连的好光景 也就是说乞丐它的三连光景不错 那这个运行者得当 那它也可以生活得不错啊 很血液啊 那如果说它这个 整个运势要是不好的时候 那这里边就会有很多分歧啊 很多障碍啊 就从这里边不断在引申 衍生出了这个吉凶后福 所以五七六印的哪呢 正好是我们要配合 先前我们讲到的 所谓的阶气超神 所谓阶气超神就是 这个气要接那个运 这个气运当中的变化呢 那时时中说啊 都是在轮转的 在变化的 如果你哪一个地方呢 弄不正确啦 弄不好啦 那么整个障碍呢 就从这里由然而生 你断四啊 就等于是真空啦 完全失去啊 这个一切的准度 那么会造成了啊 这个一片空白 那人生的一片空白 那是很可怕的啊 所以从这个角度 从不管是武器 不管是六印 它总是啊 不断轮回 那么武器六印呢 都喜欢声望 奴械上 声客 制化 都要很忠正 一般都喜欢 相声就好 不喜欢啊 因为有相客 听到相客 他就害怕 其实相客 正好是刺激你啊 精进 最好的办法 如果说一个政府 没有人管他 他为所欲为 那这个很容易啊 就霸道 那一旦霸道的时候 老百姓的潜意啊 就没有 可是就有一些异议分子 他可以站在啊 不同的角度里去 背革啊 不对的政府的措施 那么反倒是 会让这个政府啊 可以持续的不错 就像我们一个名字里边 如果只有顺当的话 你都认为 一切都是只有顺当 那还有什么意思 生命就是不以一顺啊 你也没有什么 酸甜苦辣咸啊 那这个肯定啊 是不好的 那你想想看 酸甜苦辣咸 是各种不同的滋味 你总要尝试嘛 你愿意尝试 你愿意学习 你才有各种啊 不同的啊 这个反应 各种不同的啊 体验 经过这个体验 有的经验 有的经历 那么不会辞心 所以一般人都喜欢成功而已 他不希望失败 他没有想到 失败的背后 才是成功 成功呢 就是从失败里走出来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正成功的妈妈 叫做正失败 因为成 失败为成功之母嘛 那么五七六运的变化 总是要让你行个多 行个多了以后 回过头来啊 才会好 所以内无法家佛事 外无敌国外患 这个国家呢 就成不起来 强不起来 忘不起来 相反的啊 如果你有这样多的挫折 你可以让自己警惕 让自己啊 这个不断的小心 战战兢兢 努力薄冰 努力声音的话 那么您的日子啊 就真的啊 可以一帆风顺 所以五七六一呢 包括我们的五脏六幅 五脏六幅啊 如果有一点微样的话 你反而是好 敏南话说啊 破灰难心 这个词破了 可是你一定会耐得很 为什么呢 你会小心翼翼的 连吃东西啊 你怕嘴巴可以割到 你都会小心翼翼 所以这样啊 反倒是好 没有佛家 法家佛事 你反而不成功 我们的名字里面 要是没有正观 没有气差的话 这种人啊 恐怕呢 很难面对啊 这个伟大的这个成功啊 或者面对了很多啊 比较大的啊 这个挑战 所以我们今天啊 把五七六一呢 先讲到这里啊 我们再 这个从后头啊 再给大家 画家长 谢谢 好 谢谢老师的讲解 那天老师这么一讲解呢 也让我想到 我们一直 勉励自己的一段话 就是呢 我们遇到任何错词 我们总会把孟子啊 抬出来啊 就说孟子说呢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 也必须苦其心智 老其筋骨 然后等等等呢 来勉励自己 那相同的 我们也是用这个 心明学跟这样 做一个搭配呢 那观众朋友呢 您在人生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很快 就能够释怀了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在广告过后 再进行call in